喜运小编告诉你 卵巢早衰是指女性在40岁之前出现卵巢功能减退的现象 卵巢早衰可能会导致女性月经失调 不孕、潮热、失眠等症状 近年来 卵巢早衰的发病年龄有所年轻化的趋势 患有卵巢早衰且还没有生育的女性 都非常渴望通过治疗恢复自己的卵巢功能 但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卵巢功能一旦开始衰竭是无法恢复的 就如同人类的生老病死一样无法阻挡 一、卵巢功能既然不能恢复 为何还要治疗 很多患者得知这个情况 可能会自暴自弃我还治疗什么呢 对于卵巢早衰的患者来说 最重要的治疗就是磁蕴激素替代治疗 目的是为了缓解潮热倒汗等类似更年期的症状 预防远期并发症如骨质疏松 心血管疾病 早老性痴呆等 以及防止子宫萎缩 为将来症卵胚胎移植 及借用他人的卵子与患者丈夫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 将受精后的胚胎移植到患者体内打好基础 2.卵巢早衰患者新生 我还可以当妈妈吗 很多患者并不甘心 仍然渴望能做母亲 虽然目前研究发现 50%的卵巢早衰患者会出现间歇性的排卵现象 特别是年轻患者在使用纯天然激素进行人工周期治疗时 有可能激发排卵 但绝不是高概率事件 我们也无法通过诸如基础体温 超生监测等方式来预知这种排卵何时到来 就如同天上的流星一样可遇不可求 患者自然怀孕的几率仍然渺茫 所以建议期待怀孕的患者朋友 不要盲目地等待自然怀孕 浪费宝贵的助育时机 如果您想要使用激素治疗来促进排卵 那么您需要接受荷尔蒙治疗 荷尔蒙治疗通常包括使用激素药物来刺激卵巢产生卵子 但是由于卵巢早衰的女性的卵巢功能已经减退 因此使用激素治疗来促进排卵的效果可能不太理想 使用激素治疗来促进排卵可能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例如荷尔蒙治疗可能会导致女性出现一些副作用 如头痛、乳房胀痛、情绪波动等 此外,荷尔蒙治疗可能会增加女性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 如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等 另外,卵巢已经衰竭 卵抛稀少甚至已经枯竭 用药醋排卵在时间和金钱上都是一种浪费 不如调整心态改变观念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一下接受症卵胚胎移植 三,要为症卵胚胎移植准备好子宫内膜 症卵胚胎移植也是一种辅助生殖技术 医生会将捐赠的卵子与患者的精子在实验室中进行受精 然后将受精后的胚胎移植到患者的子宫中 在卵巢早衰的情况下 症卵胚胎移植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作为卵巢早衰患者 如果准备接受症卵胚胎移植 首先要准备一个良好的种植环境子宫 有些患者询问自己的子宫偏小怎么办 这类患者不用太担心 经过系统的激素替代治疗 子宫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 但要注意 即使移植成功 激素替代治疗也要继续 直到胎盘形成 可以自己分泌激素 所以卵巢早衰患者在移植后也要按医主用药 还有患者询问可不可以通过卵巢移植来治疗卵巢早衰 首先卵巢移植手术还不成熟 而且我国也没有将其列为合法的治疗方式 所以建议患者不要听性谣言轻易尝试 习语小编建议 如果您出现了卵巢早衰的症状 建议您咨询医生 了解自己的情况 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医生可以根据您的具体情况 为您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并告知您可能会面临的风险 随着科学的发展 升职辅助技术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夫妇可以通过这些技术实现生育 保持良好的心态 可以帮助您更好的应对治疗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